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他参加了大陆歌唱选秀节目 高亢清脆的嗓音让他一系间红遍内地 而伴随知名度而来的却是一连串负面新闻 那么这位歌红 人也红的邓紫棋 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毫不设限敞开来谈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带您来看这位90后巨废歌手邓紫棋 惊艳各界的音乐实力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这一次很幸运的 有这样一个舞台让我去发挥 有这样一个舞台可以让我成长 想给你帮我 要如何在搜索 想用着紧握 难得这么轻易我 要向全世界告诉大家 我是邓紫棋 2014年邓紫棋参加大陆歌唱选秀节目 这一场让出道七年的她 出场红遍两岸滋味 香港的小姑娘唱得挺好的 的确唱得挺好的 挺有才的 人家还能写歌 大家被她歌曲那种感染 而且看到她的稳定度和强大的歌唱能力 这是在新生态的歌手当中非常罕见的 交小的身材 爆发力十足的嗓音 总能震撼全场 让16岁出道的邓紫棋 就受风巨飞歌手 很蛮感谢一开始在我刚刚出道的时候 给我一个名称 让所有人可以记得我 不只记住还破纪录 以最年轻歌手之姿站上香港好开 互联他19岁 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去看演唱会 说我小学二年级 才六岁七岁的时候 去看郭富城 我怎么样都没想过 十一年之后是自己在里面唱歌 台北的朋友 你们可以站起来吗 从香港大陆唱到台湾 从平地唱到高山 从亚洲唱到美洲 24岁的邓紫棋 两年内完成73场世界巡会演唱会 平均每10天就得唱一场 挑战外界眼中的不可能 我有试过一阵子就是 可能一个月完全不在香港 完全回不了家 然后一直在飞不同的城市 飞到我都不知道今天星期几 还有今天在哪里 让我们掌声欢迎 邓紫棋 行程满岛 名利双收 2015开春在加码 登上大陆央视春晚 演艺事业再下一场 别对我说再见 一句再见 让我们变得表面 出道短短八年 不只能唱能弹能创作 90后的邓紫棋 挟着雄厚实力 征服歌坛 就像我你之前